上个星期天 离家五口来到了五级八度自然公园踏青 享受亲子时光 每个周末天气好的时候 不是在运动 不是在打球 就会出来踏青 因为我觉得这一类的活动 我们逼把手机放一边 然后真的可以互相看着眼睛 真的是谈话 所以我觉得真的比较好 我孩子他们上学 他们可以跟他们朋友分享 踏青户外的那种经验 绝对比他们讨论的 好像功课还是视频游戏的经验 关闭疫情前 黎威杰会带家人到国外探索大自然景区 现在不能出国 这才让他更积极地在本地发掘新的绿意 最近也是会有比较多的地点出来 好像有Green Corridor 所以地方也越来越多 可是的确人也越来越多 可是我觉得还好吧 威杰提到的Green Corridor 新景区 其实是刚在一个月前重新开放的 铁道走廊中部路线 全长四公里 从山景区延伸到受保留的 五级芝麻火车站 经两年翻新后重开 前线上个周末到那里拍摄 发现有不少国人也纷纷前去参观 因为从外面看很美 真的很美这个铁道 然后很有那种以前怀旧的感觉 这个环境也很好 而且这新开的对吗 我们还没有来过 就来看看一下 这个旧的火车道是什么样子的 在Tradio Media看到很多人在介绍这个地方 他们都很多post about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打算来这边走走看看 疫情期间 社交媒体确实也为国人的踏青性质 指引道路 杜逸庆今年1月成立面部群组 Hi&See 方便踏青爱好者举办活动相约而行 他也经常跟着大伙一起探险 群组目前已经有千多名成员 平均每个月会有两三百人加入 很多人因为在这个期间无法出国 他们也是想体验比较像出国的这个滋味 所以去到这些不常见的地方 很像不在新加坡的感觉 所以在网上也是很多人分享 不是平常可以见到的照片 只有在海津时接近大自然才能看到的一面 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妨踏出门外 去一面嗨一面探索一下 如果是热络的话 我会建议 那里的热络是新加坡 其实 益庆本身也是在去年阻断措施之后 才开始到户外徒步 是因为在CB期间 我增加了差不多七公斤 然后我就开始跑步了 跑步因为跑长远 我的关节没那么好 所以我就需要找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激烈的运动 海津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验 就是可以说一面运动 又一面拍照 是一居两得 国家公园局负责人 答复前线询问时说 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 在他们所管理的 350多个自然保护区 花园和公园里 访客人数都有明显增加 去年有70多万人 到访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 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 也吸引了超过22万人前去 这都比以往的平均访客人数 多将近一倍 43岁的陈廷艳 年轻时就经常跟父母踏青 看到有越来越多人 懂得欣赏新加坡的自然美景 她也感到欣慰 其实有些定点 其实以前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只是我觉得大家没有 那个心思出去去探险 去发掘这个地方 但是这几年 其实大家去发现了 就发现说 新加坡其实真的是一个花园城市 那是有待我们自己去发掘的 亭艳通过踏青来抒压解闷 念中二的女儿也时常陪伴 还蛮喜欢的 因为有时候闷在家里 有时候会压力很大 然后大家都不开心 然后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出出汗 就还蛮放松自己的 就发现他们的专注力会增加 会好一些 然后其实回到家之后 脾气也会好一些这样子 现在以现阶段来说 在最安全的情况下 去游走去布局 去探索 是其实对大家都是有益 而且是可以促进 这个亲子关系的 出外踏青 要以安全为考量 有的人想远离人群 寻忧探秘 结果却违规 脱离指定步道 还可能因此而迷路或受伤 据报道 公园局去年就发出了 329张罚单和警告信 比往年多超过一倍 隔绝公园与树木法令 偏离自然保护区指定步道的人 可罚款最高两千元 公园局也提醒公众 在踏青前可上网查看访客量 以确保能在游园时遵守安全据 灭林间的虫鸣鸟语 大自然的千姿绿意 无需远渡重洋去寻觅 只要有心探索 不出国门 也能找到称心如意的风景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